据彭博社3月23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称 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瑞银集团和瑞士信贷集团等金融机构 是否协助俄罗斯寡头规避制裁 据悉 美国司法部在瑞银收购瑞信前 向两间公司发出传票 要求提供资料 此外 一些美国大型银行的员工 也收到了传票 俄乌冲突爆发前 瑞信就已经服务着众多俄罗斯寡头 该银行为俄罗斯客户管理着的资产最高时超过600亿美元 而这些俄罗斯客户每年也为瑞信创造5亿到6亿美元的收入 美国司法部的调查是为了确定 哪些银行员工与受制裁客户有往来 以及他们过去几年是如何审查这些客户的 据悉 这些银行人士和顾问之后可能会接受进一步调查 以确定他们是否存在违法行为 对此相关消息 目前瑞信和瑞银方面都拒绝发表制评 另一方面 3月24日 德意志银行每股盘前一度跌于11% 信用违约互换大幅上升 重新引发了市场对银行业危机蔓延的恐惧 投资者猜测 德意志银行获使下一个瑞信 德国总理舒尔茨对德意志银行股价暴跌作出回应表示 德意志银行盈利丰厚 没有理由担心 欧洲银行体系稳定 美国总统拜登 3月23日晚上抵达加拿大首都沃泰华进行访问 就在拜登抵达前 美加两国达成协议 可拒绝经由对方入境的无证移民 其中最主要是加方可以关闭两国边境最热门的越境地点 罗克瑟姆路 作为交换 加方同意为15000名南美及中美洲无证移民 提供新的合法移民计划 这有助减轻美国承受来自南部无证移民的压力 此外 加拿大统计局22日表示 由于移民与临时居民激增 去年 家国人口成长创下历史新高 去年人口成长2.7% 领先其他G7国家 截至今年1月1日 加拿大人口在过去12个月增加了105110人 达到39566248人 不过 由于加拿大政府寻求引进更多移民来填补劳动力缺口 几乎所有的成长人口都来自国际移民 占95.9% 3月23日 一架疑似与伊朗有关的无人机 袭击了叙利亚东北部的一处有美国人员的设施 导致一名美国承包商死亡 另有五名美国军人和一名美国承包商受伤 美国国防部表示 美国情报部门已经确定这些无人机来自伊朗 作为回应 当日晚些时候 美国总统拜登授权在叙利亚东部 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支持的叙利亚目标 展开所谓的精确空袭 监督叙利亚内战的一个人权组织叙利亚人权观察表示 美国的报复性空袭行动导致8名亲伊朗武装分子死亡 不过 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说 没有伊朗人在美军空袭中丧生 该电视台还引述当地消息人士的话说 美军袭击的目标不是与伊朗相关的一处军事设施 而是一座军用机场附近的农业发展中心和粮仓 知名美国金融数据分析和研究平台标普全球市场材质 日前发表一份对2022年美国大型上市银行财务业绩的分析报告 华美银行凭借强劲的发展和盈利能力 在103家资产过百亿的银行评选中高居榜首 该平台使用日历年数据以及GAAP数据 基于三个主要类别 七项财务指标对入委银行进行评分和排名 其中财务增长的权重为35% 盈利能力权重为35% 安全和稳健性权重为30% 华美银行在2022年榜单中的排名较上年跃升了10位 并有五项指标明显优于行业中位数 其中净利差从上年的2.72%飙升至2022年的3.45% 标普指出与上年相比 表现出色的银行要想在2022年的排名中 与同行之间拉开差距 需要克服更大的挑战